要来看到有关于疫情的焦点 像Delta病毒入侵社区 不仅是知名人心惶惶 指标个案埃及霸的妻子 现在忍不住了 不忍了 首度发声 踢爆其实说 跟先生同班机的其他旅客 事发到现在 全部都没有被政府给匡列 而毕竟埃及霸血淋漓的例子 就在眼前 经过14天的检疫 三彩因依旧转阳 中了Delta病毒 而同行的两位亲戚也确诊了 那其他同机的旅客 难道不会染疫吗 而指揮中心今天就说了 已经检疫过了 不用再匡列追踪 专家就痛批 让可能潜伏病毒的感染者 啪啪噪 当然会成为全球全台的大破口 消毒人员再度来到板桥群聚社区 针对公共空间大清宵 因为住在B洞确诊的埃及家庭 妻子和小孩确认和幼儿园 都是相同Delta病毒株 压力是很大 应股应该就是有前面性 不要说每天都针对这边 埃及其也首度发声 提报政府指揪埃及吧 同班机乘客成了漏网之鱼 埃及其痛批 政府把他归为境外移入 但同行班乘客 可能有相同状况也应筛减 只针对他们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摊开埃及吧回国时间轴 从他8月4号入境台湾 4号到18号 住进检疫旅馆14天 至少三彩都是阴性 却依旧在9月6号幼儿园群聚爆发后 转为阳性确诊 8月18号出关到9月6号 中间近三周 会不会成为埃及吧 传染空窗期 同班机乘客又有无可能 也潜伏病毒甚至啪啪噪 成为全台大破口 政府给了这个答案 那这一个同班机的 这个旅客当中 现在有确诊的 就是只有这位个案 他的那两位亲戚 指挥中心说 当初踩过同班机旅客 不用再狂烈追踪 但14天检疫三彩鹰 却依旧因转阳攜带Delta病毒 案例就在眼前 连专家也痛批 这破口破大了 入境同航班的旅客 那当然会造成一个防疫的破口 所以希望指挥中心 能够正视这件事情 最起码把它 同航班的旅客的足迹 应该进行公布 前台大议师林氏璧推断 此案Delta病毒株 分成三波传染 首波从埃及巴回家的 8月18号进入板桥社区 第二波从小孩传入幼儿园 接着在进入各个家庭 Delta病毒强势入侵 政府却无视 埃及巴血淋淋利子 不追不狂 不再裁剑 恐怕下一个步 就是造成疫情 不能挽回 记者谢宏如 黄玉兰 新北市报导 曾经当过板槽 社区装修的案 16168装修工人 他们夫妻是双双染疫 而且妻子的CT值非常低 代表他的传染力非常强 备受外界的关注 而在今天指挥中心公布了检验结果 证实装修工夫妻 确诊的就是Delta病毒 指标案例 埃及巴却跟装修工 几乎他们时间是对不上的 基因定序没能验证之前 无法厘清他们的感染源 而未知的第二传播链 这让社区是陷入了高度隐忧 板桥社区染疫案 曾到板桥工作的装修工 感染源备受关注 指挥中心紧急检验后公布 装潢工夫妻就是感染Delta病毒 16168就是我们的装修工人 以及他的太太16171 检验定序出来都是Delta 所以我们再增加两个Delta的个案 装潢工夫妻血诊 说明了一件事 他们染上的不是已经存在 一阵子的英国变异株α 但到底是怎么染上Delta大魔王 从时间走仔细推算 装修工早在8月12到14号 就到社区装潢 原本疑似被认为是源头的埃及霸 8月18才解隔回到板桥社区 而两者时间点根本都不拢 难道是另有感染源 这个序列告诉我们 至少就是说他们很有可能 是同一起的事件 那这部分其实还是需要相关的疫调 除了北市两名 已经筛检阴性的教师 和装修工足迹重叠之外 8月14到出现症状的9月1日 装修工跟哪些人接触 去了哪里 在哪里遭到感染 似乎全是空白 其实现在要回想这个8月中旬 各位也可以自己试试看 你8月中旬去过的地方 你是不是都记得很清楚 所以有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些 记忆上的偏差 为了避免不明感染源潜伏社区 指挥中心动用警政系统 进行足迹调查外 专家也建议 另一个疫调方向 是从接触物着手 在同一个感染爆发里头 应该去找他们可能的物的连结 那这样子的话 才比较能够去解释 整个感染爆发的感染链 最重要的关键 还是基因定序 装皇宫跟埃及霸 到底是不是同一起事件 一切就等调查结果出炉 就能水落石出 记者黄玉俊 尤涛台北采访报道